我离过一次婚 又比男友怀永志大上三岁 眼看就要三十了 因此我们各自回去跟父母谈了谈 就打算结婚了 我们私下提前商量好了 他家彩礼出八万八 买房他们家出首付 我家出装修 婚后一起还贷 在我家乡的城市 彩礼十二点八万 十八点八万都是正常的价格 很少低于十万 我知道他出身农村 家里条件不好 因此在见面前特意跟我父母谈过 我父母忧心我年纪大了 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在这个年纪 能找到他这种长得不错 学历不错 工作不错 还是投婚的男人 也很难得了 商量时 华永志信誓旦旦的保证彩礼八万八没问题 没想到双方父母正式商谈那天 还是不欢而散 见面当天我父母为他父母准备了伴手礼 点了一大桌子的菜 笑着说 两个孩子既然都有心 我们就走个过场 彩礼八万八好了 谁知婆婆一听脸色就变了 八万八 你们家卖女儿呢 我们村里的女大学生彩礼也只要六万六 我爸爸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我也愣住了 爸妈看我 我就去轻轻拉华永志的衣袖 想问她怎么回事 然而华永志正在吃烤鸭 两手的油和酱 嘴里塞着满满的卷饼和烤鸭 我在等她说话 一时间错过了时机 婆婆又抓紧机会继续道 我们的意思呢 就按我们村里的标准 彩礼给个两万八 永志说 你们家就着一个姑娘 那钱也不用留给儿子 等领完证啊 一块带回来 就当他们小夫妻俩过日子的钱了 我妈直接气笑了 就两万八 还要带回去 合着你家一分钱不出我们女儿倒贴给你 婆婆乐呵呵地笑 嘴上还打圆场 你们也不是那卖女儿的人不是 再说了 到了我们家 那就是一家人了 钱给谁不都是一样的 一场晚餐不欢而散 谁也没能说服谁 当天晚上 在家接到了华永志的电话 她戚戚爱爱地说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结婚也不能我们一家出钱 没等她说完 我又气又委屈地打断她 华永志 你讲不讲良心 我爸妈光嫁妆就给我准备了三十万 别的不说一辆陪嫁的车 都顶你们家十多份彩礼钱 你呢 说好的八万八 结果你家就出两万八 她像是愣了一下 你们家准备了三十万的嫁妆 我嗡了一声 不想说话 她犹犹豫豫 半赏才安抚我道 你放心 我父母这边我来说 肯定不会亏待你 我你还不相信吗 由此我们两家开始进行拉锯战 隔三差五 华永志就会提着东西来我家里看我 看我父母 他们家的彩礼从两万八 涨到三万八 涨到五万八 最后到六万八 我父母原本坚定的心思 在他长时间的攻略下 也开始有软化的迹象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也查出来怀孕 就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华永志 他也开心得不得了 他提出一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 我们都要结婚了 孩子也有了 为了孩子能省一点是一点 以后我肯定会买大房子 带你和孩子一起住 现在我们还要筹备婚礼 早晚都是一家人 我就先搬去住 好吗 想到以后要用钱的机会 确实越来越多 我也心疼他住在那么小的出租房里 犹豫再三 我还是同意他搬进来了 我本以为事情会继续这么顺利地进行下去 然而在我连婚纱都选好了的时候 他很为难地告诉我 彩礼钱他们家拿不出那么多了 我很生气地问为什么 已经说好的事 为什么又要反悔 他抱着我哭 说他爸爸身体不好 需要在家休养吃药 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说他对不起我 以后一定都会给我补上 我再一次体谅他 毕竟父母重要 彩礼钱就再少一点吧 接着他妈妈生病 哥哥买房 侄子上学 给领导送礼打电关系 一桩桩一件件 当我恍惚间察觉到的时候 原本说好的六万八的彩礼 竟然只剩下了一万八 比一开始说的还要少 我惦记着肚子里的孩子 一忍再忍一让再让 他们家却好像 渐渐地不再提起结婚这件事了 现在我怀孕五个月 他妈妈甚至一声招呼也不打 直接住进了我的房子里 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房本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他怀永志自作主张 让他妈来常住 说得好听是来照顾我的 但自从他妈来到我家 反倒是每天我做饭的时候 还要多做一人份的 这个排骨不错 永志你多吃点 婆婆说着就给他加了两块肉多的肋排 自己又加走一大块 剩了一块干骨头在盘子里 我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问他 阿姨 我爸妈今天又问我结婚的事了 彩礼 婆婆应了一声 没办法 我家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 你家不是准备了三十万的嫁妆吗 不管是生孩子还是买房付首付 都够用了 我有些气了 可是一万八 这也太少了 婆婆依旧不在乎 那没办法 要不再等等吧 让我们再攒攒钱 又是一次不欢而散 或者说 不欢的只有我 他们欢乐得紧 夜里我气得睡不着 华永志倒是睡得舒服 我推她让她醒来 你也不跟你妈说说 谁家结婚彩礼一万八 嫁妆三十万 你又不是入赘 她被我叫醒十分不悦 你又发什么疯 大晚上的你不用睡觉还要睡 明天你不上班还要上 彩礼你跟我妈谈不就行了 一天天这么累 还要因为这种小事吵架 烦死了 我目瞪口呆 她倒是抱着枕头 直接起床去书房了 我简直要气哭了 拿起手机想给闺蜜发信息 暗亮屏幕发现 是她的手机 而屏幕上正是晚上 她妈妈发给她的未读信息 听妈的 你别跟她谈 妈心里有谱 我愣了一下 她的手机密码告诉过我 但我一次都没有看过 鬼是神差 我打开了她跟她妈妈的聊天见面 她妈妈长长短短地发了许多语音 中间偶尔夹杂着几行字 她现在都有了 我们还怕什么 没事 你听妈的 她肚子大起来 拖不下去了 我们再拖一拖 到时候她这房子上 不加你的名也得加 要不是看她家出嫁妆 但你三岁还是个二婚 你当妈能同意 再等等 等她肚子大了 连婚礼也不用办了 花那么多没用的钱 上次她跟我说 办婚礼要花三四万 哎呀呀 你妈结婚的时候 一件红毛衣就嫁了 就她娇贵 等孩子生下来 钱也拿到了 不喜欢咱就离婚 我儿子这样的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怎么这么傻呢 你就跟她说 先领证 等生完孩子身材好了 好看了 再办婚礼 一句一句 听得我如坠冰叫 而华永志 竟然没有反驳 只是在听从 顺从 答应 原来我自以为是的妥协 竟然是别人的精心算计 华永志 算你们一家厉害 在我下定决心前 我决定最后给她一个机会 第二天晚上睡觉前 我坐在床上若无其事地问她 永志 我们再这么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我肚子越来越大了 到时候婚礼上 连婚纱都穿不了 她眼神闪躲了一瞬 坐上床温柔地抱住我 话语里满满都是为我着想 那我们先领证吧 等你生完孩子身材恢复了 我们再办婚礼 给你买最贵的婚纱 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他们都羡慕我 我笑了笑继续道 那我们领证 婚房怎么办啊 我名下有房子 结婚之后再买 会不会影响我们首付和批贷款啊 她像是来了什么精神似的 小梦 我想了想 我们买房推后一点吧 毕竟马上要生孩子了 我们在你这住着也挺好的 省下这些钱花在孩子身上 不是更好 你说呢 她果然以为我肚子大了 就非她不可 还妄想着一家人住进我家 占尽便宜 要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已经跟她吵起来了 不过现在 我已经不在乎了 最后的机会 她没有珍惜 反倒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笑了笑 没有争论 反倒叹了口气 视若视地开口 我今天认真想了想 我明明知道你父母困难 还这么为难你 所以我认真考虑了 彩礼就不要了 我回去跟我父母说 你不用担心 另外 你爸爸不是身体不好吗 你跟阿姨都在这边 叔叔一个人在乡下 也没人照顾 我去把叔叔接来吧 一起住 也方便照顾 她愣了一下 玄机眼神里都带上了惊喜 语气满满都是激动与不可置信 真的 小梦你真是太好了 她激动又开心地抱我 跟我侃侃而谈以后的事 我嘴上应付着 心里冷笑 真当我人傻没脾气 还想跟我结婚 还想占了我的房子 做白日梦去吧 江华永志他爸接到城里后 我借口要跟父母谈彩礼问题 要回家住几天 回到家 我跟父母说我不打算要彩礼了 爸爸一瞬间眼睛就瞪大了 你疯了 我笑笑安抚他 爸你别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打算要彩礼 我也不打算结婚了 爸爸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把之前的事告诉了他们 妈妈忍不住哭了起来 爸爸气红了双眼 当即就起来说去找他们算账 我赶忙拦住人 说别着急 我有办法 想吃白饭 也得看看自己吃不吃得下 孩子我打算生下来都这么大月份了 更何况我自己的孩子跟他也没关系 等生下来就落我们家户口跟我们的姓 我这么说 爸爸想了想点了点头 对 我们徐家的孩子我们也养得起 让孩子跟我们家姓 上我们家户口 修死他们 我于是又笑了 哪能这么容易就放过他们 爸 你人迈广 帮我找个人承包他们老家村里的房子和那快递 先 先包个二十年吧 农村地价便宜 做点什么盖个厂都行 爸爸点头答应 说没问题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 精心养着人都圆润了一圈 看起来气色都好多了 在这半个月里 我以各种理由让黄永志把我的行李东西寄了过来 他们一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多问一句 我什么时候回去 为什么要把东西都搬走 我能猜到 他们无非就是觉着 我不在那边 他们倒过得自在 我的东西少 房子就更像是他们的了 不过我还是要回去的 我没打算磨蹭太久 毕竟跟着一家人虚与微移也不是那么好受的 因此我回去之后的第一天 就在晚饭桌上提了这回事 叔叔阿姨 我没能说通我爸妈 但结婚的是我 我能做主 彩礼什么的 我就不要了 现在肚子大了 婚宴也就先不办了 毕竟我也不是图这些 我话音刚落 婆婆就着急地问 那你的嫁妆呢 我笑了笑 嫁妆在我手里 我爸妈没办法的 新房我们也就先不买了 钱攒着 孩子生了用 婆婆像是松了口气 连说那就好 我摆出一副为人着想的模样 另外还有件事 我爸这些年做生意人脉广 我偶然听到他跟我一个叔叔聊天 说想要找个村子承包一块土地 一亩地一年给两千块 一口气要承包二十年呢 我就想着 反正以后结婚了 二位就安心在我们这住着 村里的地空着也是浪费 要不就承包给他 老家五亩地 一年一万块 二十年就是二十万呢 我看出他们的犹豫与心动 紧追起上加码 当然 这钱我也是不要的 村子里地是宁二老的 钱当然也是给叔叔阿姨你们的 我就是想着 能赚一点赚一点 二十万呢 他们一家三口互相对视 嘴上虽说还说着在想想 但我看得出 他们都心动了 我也不着急 只在最后补了一句 这也是我中间拦下来的 不然对人家来说 包谁家的地不是包 要是决定的慢了 指不定就赶不上 人家已经签了别人家的地了 他们神色各异 我悠悠然吃完了我的晚饭 回屋睡觉去了 果不其然 才第二天晚上 华永志就来跟我说 他爸妈答应了 赶紧签合同好 我心中冷笑 还真是迫不及待 我请爸爸的老朋友吃了顿饭 叔叔人好 陪我演了一场戏 当天我们就回了烫乡下 当天就签下了合同 合同是我拟定的 承包二十年 每三年已付款 任何一方违约 赔偿对方总金额三倍 即违约金六十万 同时为了照顾农田 连他们老宅的房子 也包含在合同的承包项目里 他们一家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在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我以身子成要专业人士 做胎教为由 住进了月子中心 我开始进行下一步计划 我找到了一个远房表弟 这个表弟早年辍学 跟着人在社会上混 有着一帮自己玩得好的 年轻小兄弟 正是二十出头 无法无天的年纪 他早些年就看上了我的房子 只是当初我没打算卖 也就没有后续了 现在我联系到了他 说明了房子里的情况 把房子低于市场价卖给了他 对这个表弟来说 房子里的一家三口 两个老弱病残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解决个麻烦房子打折 也算是减了便宜 要是当初怀永志着急 先跟我领了证 我卖房子也不会这么方便 可惜 他们一家还做着梦 想等生下孩子后 踹了我再找一个 要再找一个 二婚哪有头婚吃香 我没提 他们一家也没人开口 现在倒是方便了我 也不知道等他们反应过来了 会不会后悔 果然房产手续办完的第三天 我接到了华永志的电话 徐梦 怎么有人来家里说房子是他家的 你什么时候把房子卖了 一接通电话就是他披头盖脸 一通叫骂 我等他安静下来 才一副要哭的开口 我爸妈不答应我嫁给你 他们强行把我带回家了 永志怎么办 他们现在不让我出门 我没提房子的事 还永志更着急了 你回家就回家 怎么还把房子给卖了 现在人家带着人来家里 让我们搬出去 我跟我爸妈搬去哪里 我装作哭泣的模样 吸了吸鼻子 呜了一声 我 我也没办法呀 我爸妈逼着我签字 说不签字就要带我去堕胎 我舍不得我们的孩子呀 永志你会理解我的吧 对面背景音吵吵嚷嚷嚷 我听到表弟在那边凶狠地说 让他们三天之内赶紧搬出去 再拖拖拉拉 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紧接着便是东西摔碎的声响 婆婆尖叫了起来 哭喊着这是要她的老命 华永志气的厉害 你说现在怎么办 家都要被他们给砸了 我心里乐开了花 嘴上还在阴阴哭 要不 要不你们先搬回老家吧 我爸现在根本不让我跟你联系 爸你怎么来了 我没跟他 话还没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紧接着又打了过来 我直接关机 还想回老家 村子里他们的房 连房带地都承包出去了 二十年呢 违约金六十万 就是卖了他们一家三口也还不起 果然第二天 我又接到了华永志的电话 这次他的声音甚至都气得发抖了 徐梦 你知不知道你那叔叔用我们家老宅在养猪 大半个院子都改成了猪圈 站在门口都能闻见二 我的语气依旧委屈极了 当初合同你也是一字一句看过的 只要他们不做违法的事情 我们是没全力插手的 华永志气得厉害 我甚至听到他做了几个深呼吸 现在 你赶紧给你那叔叔打电话 把老房子里的猪弄出去 我总要先让我爸妈有地方住 我语气为难 可是我们跟叔叔签过合同的 我明显听到那边一声巨响 像是他气得踹了什么东西一样 不是你叔叔吗 互相都认识 还提什么合同 我还没开口 爸爸就很给面子的大声嚷嚷 小梦 你是不是又在跟那个姓华的打电话 我急忙大声道没有 又装模作样小声跟他说 我让叔叔跟你联系 而后迅速挂了电话 我之前就打电话给叔叔 事先已经通过去了 当时叔叔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笑了 到底有老人家 也不好真的让他们无家可归 他们那个老房子不是有二楼仓库吗 让他们住回去吧 当然也不能白住 正好老房子不是改成猪圈了吗 让他们割草味猪北 也给叔叔省点成本 如我所料 第二天怀永之电话又来了 他依旧怒火冲天 又被我应付了过去 再往后他转变了策略 开始向我示弱 甚至说要来看看我 我委屈巴巴地说 我也想见你 只是我爸爸管我管的言 我没有办法 就这么继续磨蹭着 他们也无处可去 只能住进了猪圈二楼 当初在村子里 加了联系方式的一个小姐妹 跟我相处得不错 在我这里吃到了全城的瓜 顺利成为了我的眼线 他说怀永之一家 跟承包商闹得特别大 甚至镇里的警察都来了 现在全村人都知道 他们家想吃绝户 结果没捞到好 被女方父亲赶了出来 当初见钱眼开 把老房都给包出去了 现在灰溜溜地回来 只能住在猪圈二楼 又过了两个月 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 因为没有结婚 所以毫无问题地 上了我们家的户口 跟了我的姓 小孩子白白胖胖 我们一家都喜欢极了 我把孩子照片 发给了华永志和他妈妈 说这是他们家的孩子 华永志知道 孩子跟我姓的时候 都要气疯了 在电话里冲着我 破口大骂 我一点也不介意 他越生气 我越开心 吃着西瓜听他骂 全当看猴戏了 听够了戏 我才最后开口 说出我的目的 我的卡被父母冻结了 现在身上没有钱 毕竟是你儿子 你也不能不管 从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两千块的 抚养费转给我 他气笑了 声音都在发抖 还抚养费 你做梦去吧 不姓华 谁知道是谁家的野种 从我搬出来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挂我电话 两个月后 果然没有拿到抚养金 我美滋滋地跟律师联系 全权委托给了律师 华永志又开始跟我联系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就是个无力不起早的男人 我又观赏了一遍 他从暴躁到无奈 再到痛哭祈求 最后又重回暴躁的模样 还是如约收到了 他打来的抚养金 金额本身就不大 分出律师的劳务费后 更是没有多少 但我原本也就不是为了这点钱 只是不想让他好过罢了 收到转账的当天 我跟律师道谢 律师还笑着跟我讲八卦 最开始法院的传票 华永志没当回事 出庭的时候直接缺席 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申诉的机会 这下亲子鉴定都不用做了 法院直接判处他 每月按时支付抚养金 谁知他对判决书还是不当回事 律师直接申请了强制执行 法院的执法人员 和他一起去了华永志的公司 这下闹得更大了 全公司都知道他未婚生子 现在还拒不支付抚养费 丢人丢大了 后来华永志还来了我家里几次 都被我爸用扫帚赶了出去 我在其他地方买了新房 彻底不用再见这个男人了 现在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 我也有了新的男朋友 家世相当 对我很好 当初跟华永志纠结的那些结婚前的问题 现在完全不是问题 而华永志 仍旧拿着每个月五千元的工资 每个月给我儿子付着抚养费 在城里租房住 他的父母依旧在老家村子里 住着猪圈二层 用喂猪来抵扣房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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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